夫妻没爱了的几种表现 中三条就离了吧 千万别臭合 有些夫妻貌合神离 与其生活在一起相互折磨 不如放手 成全了对方也放过自己 夫妻之间没爱了 臭合着生活在一起 每天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憋闷 压抑到自己抓狂的状态 不如离了好 夫妻之间没爱了 会有这几种表现 中三条以上就离了吧 一 频繁吵架 还没有到青年滋养 也不是中年危机 但是夫妻之间 就已经开始频繁的吵架 两个人平时对话 也是火药味十足 只要有一点不如意 就开始吵架 严重的时候还会动手 二 互相嫌弃 以前对方再怎么任性 在自己眼里都是可爱 现在对方的懂事 也变成了无趣 以前对方安于现状 你觉得知足者常乐 现在对方有一份 平凡的工作 你觉得他太无能了 不能给你安逸的生活 三 不再抱怨 有爱的时候 不管对方做了什么措施 另一方都会包容 会想办法为对方解决 当你们之间没有爱的时候 对方放了一点小错 你都不能忍受 不知道包容是什么 两个人变得针锋相对 四 没有话聊 沟通是夫妻之间 感情稳定的前提 两个人之间回到家后 谁也不理谁 只顾抱着自己的手机玩 跟对方既没有话聊 就算是不想说的话 也不想跟对方说 受了委屈宁愿在别人那里寻求安慰 也不想告诉自己的另一半 五 夜不归宿 两个人之间谁也不管谁 各玩各的 已经到了夜不归宿的地步 希望名存实亡的夫妻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彻底解脱 你们中了几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